書中大概有列舉出20項NG的單品還有行為 等一下!這不是很好看嗎? 很多youtuber都這樣穿吧 所以我們在尾牙的時候也有問其他人 問他們覺得這些元素宅嗎? 然後還找了幾張有宅元素穿搭youtuber的照片 避免爭議,領有先遮起來 這個我覺得太刻板印象了吧 哈哈哈哈 我細看一下這個是綁在那邊嗎? 這是看臉啊 我就把臉遮起來了怎麼大家都說要看臉 在我心目中他不會有到那麼NG 可能這個全身黑色的有點糯米 你覺得這些對宅宅有幫助嗎? 沒有耶!不要耶!千萬不要耶! 那你就是心中有沒有哪一個範本是 你覺得穿搭最好看的男性是不是? 算比較OK 喔!你喜歡那種類型的 比較悶燒一點的類型 比較gay樣 這是菜哥 什麼? 這是幾年前的照片不可能 他現在不可能這麼瘦 他現在超肥耶 他現在才被你撿進去 你撿進去 撿進去 撿進去 不相信 不相信 yoshi 嘿各位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最近我去圖西錦川他們家 那時候我就在他們家翻到一本酷書 我就跟他借回來看 宅男時尚寶典 副標是 宅男不是病 宅起來要人命 想要洗脫生宅位的男性同胞們必讀 這本書大概是在2002的時候 一個日本的部落客在他經營的網站上面寫的東西 作者原本也是一個不注重外表的宅宅 他是因為告白被拒絕之後 經過長時間的蛻變 終於交到女朋友的勵志故事 所以他就用自己的切身之痛 寫出這本書想要幫助那些 想要擺脫窄窄行列的人 簡單來說就是教你怎麼穿搭 還細分成上衣篇、髮型篇、配件篇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我看完之後 感覺到我的腦袋在心爆 因為他是快20年前的書 你知道嗎? 就先從前沿開始講起 書裡面有提到說 為什麼宅宅不受歡迎 大家普遍印象中宅宅有這些缺點 溝通能力差 給人家骯髒的感覺 個性陰沉 排他性 就是刻板印象 等一下 先不要急著開罵 他有舉例 像警察的裝扮不是給人家有威嚴的感覺嗎? 不良少年的裝扮給人一種不好惹的感覺 所以宅男的裝扮也給人一種 很難溝通 很熱 有距離的感覺 而且社會上發生變態犯罪的時候 某些犯人身上具有宅的特質 新聞媒體就會故意放大那些宅的特質 所以他這邊是覺得 如果想要把社會大眾對於宅宅的負面印象 轉為正面的話 不是去改變別人的想法 因為改變別人的想法太難了 是要先改變自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擺脫宅男裝扮 跟我之前有提過的 做個高質感宅宅 基本上就差不多有意思 好 那怎樣的穿著會看起來很宅 這邊寫說 所謂的標準宅男裝扮 就是身上有退流型的元素 他有列舉出一些宅男會有的標準打扮 可是我覺得這有點 這有點刻板印象 總之他就是說 格子襯衫加做爸爸的T恤 加很多口袋的工作褲 懶得刮的鬍子 經常把一隻手插在口袋當中 總是同一種裝扮 總是同一種裝扮 好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地方宅女良心製作 好啦 書中大概有列舉出20項 NG的單品還有行為 首先一定會有的就是 動漫T恤 沒有質感牛仔褲 或者雙折卡其褲 高科技運動鞋 這個比較難理解一點 但是書裡沒有解釋 雖然草草也很愛穿 但如果大家不好很容易變得很俗 他看過很多悲慘的案例 所以那些看起來很瞎怕的蝦 也是NG的單品 大容量的登山背包 腰包 方格或是奇怪圖案的襯衫 有大量口袋的背心 迷彩服 太陽眼鏡 鏡片厚重的大眼鏡 十字架飾品 肉質手套 動漫紙袋 在背包上面別上動漫徽章 這個作者 我完全覺得都會引戰 穿涼血的時候穿襪子 鴨蛇帽與頭巾 把海報插進背包內 留長髮 把襯衫紮紮紮進褲子裡面 最後是全身清一色 全黑奶錯了 黑色控表示 然後後面他要把 上面那些NG單品集合起來的 完全體化出來 等一下 這不是很好看嗎 而且很多youtuber都這樣穿吧 腦中閃過好幾個youtuber 對啊 笑死 其實 宰宰裝扮很蠻潮的吧 宰宰只是走在台前面 所以我們在尾牙的時候 也有問其他人 問他們覺得這些元素宰嗎 然後還找了幾張 有宰元素穿搭youtuber的照片 避免爭議 連有先遮起來 然後看他們的反應怎麼樣啊 會不會馬上認出來 來 這邊列了20項關於窄窄的NG單品 有沒有覺得說 哪一個是最NG的嗎 就是你看一看到就說 喔這個超窄 我應該是這個方格襯衫 硬要說我覺得這個 肉質手套嗎 肉質手套嗎 因為我覺得肉質手套 如果它不是特別場合去戴的話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它假如不是什麼 騎什麼哈雷騎車 或者是它是有搭配什麼皮衣皮褲 我覺得直接戴肉質手套很怪 肉質手套我覺得比較NG一點的 除了騎摩車以外 感覺中樂一點 只是一架商品 你這樣是中獎嗎 對我自己中 扣我自己 有時候穿這個的人 戴這個商品的人 它不見得是整體的 做好準備的 它可能就只有這個很突出 它可能上面還是動漫體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NG的 流長髮 流長髮嗎 不喜歡流長髮 換一下換一下好了 肉質手套好了 很蠻多人選肉質手套的 其實我覺得流長髮真的是很看人 因為有一些人流長髮 但是它不會整理 就它沒有整理的話 就是我就會覺得會不太好 可是如果你是會整理的長髮 我就會覺得OK 但是肉質手套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 在性質當中覺得怪怪的 動漫展在穿 你知道剛剛最多人選的是什麼嗎 哪一個 肉質手套 可是我不會覺得它很髒 有一直覺得它這個不是常人 它不是一般人 就是運動型 它可是草草如果真的很會戴的話 戴得很好看 但就是如果它是這個形狀的話 我覺得不行 這個我覺得太刻板印象了吧 剛剛順頓你選的是這個肉質手套 我也覺得這個是有點 就是比較不會 不像是常人會的對不對 但是我會戴這個 就是在可能表演的時候 我一定會戴 表演的時候戴的時候很炫炮嗎 它就是一個很凸顯的 或是可能騎車 對這個騎車沒有保護座上 那我有就是 依照這些單品 然後去找說有沒有類似穿搭的YouTuber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好玩 要得罪了 可是看起來像他企圖 腰配格子襯衫 然後有點皺皺的T恤 完了 臉的問題 我把臉遮起來 就是那個氣場的問題 就真的是氣場的問題 並不是說穿搭的問題 如果它過於刻意突顯反而很怪 它要嘛整體要嘛就不要了 我覺得如果它只有 可能它穿得很普通 然後戴一個肉質手套就超中二 哈哈哈哈 鬼才 怎麼想得出這個 這個看起來是 槍棘要犯是不是 對 這個最不宅 這個最有問題 就是這些傳統都覺得蠻醜的吧 還不錯 就是覺得是OK的 蠻乾淨的 對 因為我剛剛也有看到頭巾的選項 我自己覺得頭巾有一點危險 但這樣好像 頭巾搭起來蠻好看的吧 對啊 其實還蠻好看的 這是菜哥 什麼 這是幾年前的照片 不可能 它現在不可能這麼瘦 大概一年前的事情 屁啦 我記得是一年前的照片 還有這麼瘦 它現在有 上班不要看有拍一支影片 然後當中有穿搭 它現在超肥欸 你這樣剪進去 真的 剪進去 不相信 我細看一下它這個是 綁在你 綁在那邊嗎 這就是工作庫的概念 這個不行嗎 不是 我很 care 它綁在你那邊的感覺 你不喜歡就是有點生存 生存裝的感覺 對 那其他的我覺得還行 這是看臉啊 我已經把臉遮起來了 怎麼大家都說要看臉 在我心目中 它不會有到那麼NG 可能這個全身黑色的有點莫名 其實像是看臉的 這個人很艷熟欸 欸 這個就是 欸 那邊 喔 複膝鞋我不是 這個這應該 這是複膝鞋嗎 不是欸 可是我不太喜歡複膝鞋 因為它有個洞洞 我都會覺得 如果手還算下雨 然後你的腳都濕濕的 可能會有點味道 這些都不行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穿搭 還是作者認為的時尚標準 書上寫 首先最重要的 就是放下你的成見 把握幾個大原則 不要讓人家不好親近 不要過度嘴感流行 要讓你覺得很討喜 首先是上映的部分 這邊是建議T恤要選印有風景啊 人物 這張照片的T恤 而且有性感女生圖案的 反而是最安全的 嗯? 不要穿寬鬆有LOGO的T恤 褲子最好選直筒褲 不要AB褲 因為看起來會很窄 第四點是 穿涼鞋的時候 不要穿襪子 對啊 穿涼鞋還穿什麼襪子 對於穿涼鞋加襪子有什麼偏見 欸不是我真的不敢這樣做 就算我知道說現在很多人這樣穿 但是我覺得穿出去還是要有點勇氣 而且我覺得我媽一定會問我 我媽對我穿著所有意見 我媽對你又適合髮師你有意見 他後面啊 就有畫出推薦的穿搭方式 羊毛衫加白色T恤 加黑色領巾 還可以接受啊 花襯衫加性感圖案的T恤 我覺得這個組合還蠻危險的 就是你搭的好畫可以很好 很文靜的感覺 但是擦的話就 重點還是看人啊 HOLO三家黑色牛仔褲 我知道有誰會這樣穿 我舅舅 如果真的完全不懂怎麼搭配顏色的話 他推薦無印封 用米白 藍綠 咖啡色去戴 他說不推薦白白 黑黑 白黑妝 代表你只是個逃避服裝搭配 單調又無聊的人 欸 志祺你被嗆了 不過無印封好強喔 用現在的十美來看還是很好看 這個也要來問一下其他人看看 他們覺得這些穿搭建議使用嗎 你覺得這些對宅宅有幫助嗎 沒有欸 不要欸 千萬不要欸 這個感覺是 穿上報紙這個 這是什麼時候出版的書啊 欸 你味道重點的 對啊 二十年前 因為其實穿搭會隨著 時代的演變而不同 國中 國小時期 那時候的青少年穿的衣服 不過以現在的審美觀的話 會覺得說他有點 過許 像我覺得現在很少 比較少人會穿這種 橫條Polo衫配的牛仔褲 等一下 喔 我要得到 等一下 沒有 他沒有橫條Polo衫啊 他有Polo衫啊 然後加上這個牛仔褲啊 然後還有那個 高科技運動所 這誰 海哥 喔 海哥喔 年輕的時候就是 就是那個年代啊 我覺得服裝有一個很重要 是和聲 穿起來他可能會有點駝背的感覺 但是有時候他要挺胸型出來 衣服整個型才會好看 像他這樣的話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沒有金針 就是這樣 喔 我了解了 然後加上他要留長頭髮 他就會給人一種很 鬱鬱寡歡 就是有點憂鬱憂鬱的那種感覺 但是其實像阿傑 你看他整個的感覺就是 他的上升是寬的 他可以撐起這整個服裝 所以看起來他不會 就是覺得那麼畏畏縮縮的 對 你把這樣的衣服 你可能給我穿 看起來就會比較畏畏縮縮的 超級精闢耶 你今天全場最精闢的解說 這我不要一直被電話 這一些喔 對 這個喔 這個高領啊 對 這 這樣子喔 對 對 沒有要失禮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 男生就是有乾乾淨淨 我覺得就好了嘛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長髮 如果沒有好好整理的話 那他就會過了 你覺得說這個穿搭OK嗎 在你的審美觀當中 我覺得OK啊 襯衫加破牛仔布 我覺得台灣蠻多人這樣穿的 我覺得他們會很像 頭跟身會分離的感覺 跳痛跳太多了 可能T恤或是這個搭個夾克 還比較好駕馭 但是這種花衫 然後比較軟的材質 或是這種長的這種的 或是這種接近力領的 會有點難駕馭 那你們心目中有沒有 比較會穿搭的YouTuber 我覺得桿子蠻帥的 喔他對 他玩樂團蠻帥的 因為桿子有自己的風格 因為他又很高 他穿風衣就超好看 不是一般人的感覺 這是看臉啊 哪一個YouTuber穿搭最好看的 潘迪亞呢 我不穿比較 好嗎不是 瘋狂老爹啦 他穿什麼 我都愛 真愛 有啊 浪漫Duke 或花襯衫 花襯衫 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一頭尾腦 這樣 浪漫突進 其實這我蠻喜歡阿達的 穿搭的 因為阿達他就是會把 宅跟巢混在一起 而且他就是會非常認真地 去尋找他喜歡的動漫IP 然後把它穿出來 我就覺得 這就是宅宅的態度 所以也不是說宅T就不行 宅T也很OK 對 你比較喜歡那種 穿很長的 然後那種大衣的外面嗎 智晴算嗎 為什麼是智智 不是因為他就很想穿 黑色長大衣啊 然後搭配阿滴的臉 阿滴的臉是你的菜嗎 阿滴算比較OK 喔 你喜歡那種類型的 比較悶騷一點的類型 比較Gay樣 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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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把他帶入小瘦的吧 噁噁噁噁 所以 所以你覺得阿滴是 百分之百名號 那如果他跟大謙呢 我覺得大謙會是S 真的假的 不是因為 突然探討起來 不是因為大謙他其實很毒蛇 喔 對他毒蛇的方面 我覺得可以很S 對 然後阿滴就是逆來順受 我喜歡一個 我喜歡一個 欣賞一個西裝頻道的 我忘記他就什麼了 就是他會接受西裝 然後他就會穿得非常的 鼻挺然後非常的正式這樣子 所以你是西裝控的 對阿 不好意思 因為這本書的作者啊 以前也是個宅宅 然後他是因為告白在拒絕之後 才開始分發向上 然後他覺得那個很OK 對 這就是你也覺得輸 那是有的走在均發 對阿 因為就是我們現在來看嘛 這些都是穿搭黑令書 那你以前有沒有什麼穿搭黑令書 有啊 對 難說還有穿搭黑令書 當然有 不是啊 不過講以前那些我都穿過啊 國二國三中二病的時候 就覺得要穿那種 這種扣子 然後分解那種衣服 視覺系 對對對 紅黑色條紋 酷肉在這邊 然後褲子也不穿好 然後頭髮還會這樣 然後後來進階道覺得不行 我要長大 要全身穿黑的 更窄 更窄 第一眼 你看他現在今天穿的帥 帥帥帥帥 大家就參考性的穿著就對了 還是有點小巧思啊 那個巨金怪 還有我的音速巧的表 現在算黑令書嗎 迷彩 迷彩啊 學生時代的時候很常穿 荷葉邊的T恤 就洗衣服然後洗到 那個臨口都直接變荷葉邊 然後還在繼續穿 這就是其實就是穿到NG 會讓人家覺得有點不夠平面吧 要不然就當睡衣 打春春呢 我回想起來有一次很不能接受的事 有一段時期 我用一個很便宜的價格 買到一個靴子 然後我就硬要穿 然後我要穿短褲配靴子 就超怪的 我現在回想起來就 這什麼東西 不是欸 可是現在很多是短褲 然後搭那個靴子 真的假的 聽不懂啊 哇我是走在時代前端的人 對他只是走在時代前端 他不知道而已 還好欸 因為我國高中的時候 就是那一段時間 就有點叛逆 然後所以就是都會 就是把那種裙子折起來啊 然後什麼高中的時候 把裙子折到膝蓋以上 然後穿大腿旺 然後看到教官就會 就回復原狀啊 然後什麼 然後教官走了之後 然後再折起來 這算是黑歷史 這不是很香嗎 會穿動漫T出滿 可是我會 我還是會配顏色 就例如說 最近有穿那個 在魔王城說晚安 小熊的晚安T這樣 然後因為他是粉紅色為主 我就戴一個粉紅色的褲子什麼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穿當美感是天生的 哈哈哈哈 有 國中的時候嗎 對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自己決定衣服 然後都是我媽媽買給我 然後媽媽很喜歡你穿洋裝 當然不一定洋裝適合自己 而且還會買整個 全身都是同樣顏色的 可是他是買那種螢光粉紅 然後 而且又是運動 要扎進去的那種 那真的超級黑歷史 而且以前我又很胖 還蠻可怕的 因為今天六十幾公斤 所以就很可怕 每個人經過的黑歷史 沒有人一開始就會穿搭的啊 是國中的時候嗎 沒有欸 是高中剛畢業 剛上大學的時候 我穿我媽的衣服啊 就像花洋裝那種 或是很奇怪的氣氛與口褲啊 因為我那時候不會像童年孩子 那麼會注重外表 因為我那時候胖胖了 那時候穿的就是 有紫色那種的啊 色褲 對 色褲 要比我寬到不行 不合你的身形的寬 國中高中的時候 視覺系還是什麼的 色妝 欸 國中時候嘛 這喜歡一些骷髏頭啊 然後格子啊 然後假裝自己是愛我了 對對對 然後上面有臉破破啊 然後根本不會化那個冤軍裝啊 對 沒有底妝直接畫眼線啊 對不對 對 我覺得根本感覺非常重要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就是想說 特別是男生 剛剛裡面有個想要留長頭髮 像阿傑的話我覺得就是很整潔 而且因為它是卷的 它是有造型過的 就比較特別一點 對啊 那其實我在FF護士那邊 看到很多想要留長頭髮的人 他們未必就是會去整理他的頭髮 那種就 不OK了 透皮屑 如果說你今天那個油亮是你做造型看得出來 啊他今天有就是酥油是OK 但你知道那個補身造型的那種油 你就會覺得 噢 每次只要出門我一定都會洗澡 好乾淨喔 好乾淨 噢我的帳 我平常看起來會超級的 沒有要聞一下味道 平常變態 嗯 但是衣服有洗 好啦這本書真的教了很多東西 還教你怎麼除體臭 怎麼預約沒法院 怎麼修眉毛 出體臭的部分是蠻實用的啦 不管再怎麼帥 硬聞到臭臭的還是很解骸 欸這邊可以講你的經驗欸 就是 你在跟我交往初期啊 見面前不是也會先洗澡嗎 噢 我那時候擋兵 部隊 有些自認譽就是會出一些包 然後我們就全聯動 這可以講的嗎 因為動把的關係 我從台中這樣子回來 路上都會流很多汗 那我覺得很髒 所以我要約會的時候會先整理一下 洗一下 不要讓自己看起來油油綽綽的 那什麼時候才不會這樣做 當把我嗎 哈哈哈哈 來做個結論吧 結論就是 這本書 我還是還給景川好了 我覺得最大的原則就是 保持乾淨整潔就好了啦 油體之後都噴體香劑啊 鼻毛跑出來就去修剪啊 穿出去的衣服 不要看起來像模布一樣皺皺的 不然整個人會看起來還沒有精神 欸真的 衣服真的一定要燙過 我也習慣出門還有拍攝前 一定要燙一下 如果家裡沒有空間 可以放大平台的話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 珍細暈斗可以選的 自己是用Buruno的 手持珍細掛燙機 衣服你要吊著用 還是平放著用都沒有問題 用完後的掛燙機 看要掛著還是水手一放都可以 完全不佔空間 也不用像舊式的熨斗 用完之後還要把它立著 以前都會不小心回到就燙到了 因為我實在覺得太方便太好用了 所以我打算開團 再來是我第一次開團 有興趣的人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把水箱取下加滿水之後 25秒預熱完就能燙了 可能會有人擔心 像這種需要裝水的掛燙機 會不會很快就要補水了 其實不會 但我之前燙到8件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水箱其實蠻大的 不過機身卻很輕 拿起來重量跟一台吹風機差不多 好 重點是這台的價格 市價2290 團購價值要1580 團購時間是1月12號到1月15號這四天 表單在資訊欄還有字頂留言都可以找到 1月15之後就會把表單撤下來了 你不想燙衣服 沒有關係 至少要保持乾淨好不好 好啦 那還是要講一下我讀完這本書的心得 其實我覺得它的名稱應該要改一下 不能叫做宅男時尚保鏈 應該要叫宅男如何社會化 因為它的本意就是想要讓宅宅們都可以融入群體當中 穿的太潮其實也會有距離感 而且時尚本來就是隨著時代潮流做變化的 如果這本書未來是出版 我們現在穿的啊 應該也被未來人嗆吧 總會去 不管什麼書都只能當作參考 不會一直都同一種風格 像我大學時期也很迷戀古著啊 出色違之後因為懶得搭配顏色 所以現在衣服打開幾乎都是 黑色白色 但是因為剛好這種冷漠風格也很適合我啦 目前沒有打算換其他風格 適合自己最重要 對 適合自己最重要 大概就這樣 接著要吃飯 香港紀念頭 一些固定 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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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